大家好,我是楼楼妈 煮米饭别再指甲睡了 今天教你饭店不外传的秘诀 我朋友试过都说好,太香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一说 如何正确煮米饭 有人说我天天煮还不知道该怎么煮吗 煮米饭虽然看着很简单 但是想要把米饭味道煮得很香的话 就很有技巧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自己做出来的米饭呢 没有外面饭点中的那么好吃 还总以为是大米品种的原因 换了好多款大米以后呢 煮出来的米饭味道也差不多 所以,那只是你没有掌握好方法而已 下面就让我来给你细说一下吧 大家都学起来 准备适量的大米 根据一家人一顿食用的量 去对大米进行准备就可以了 我觉得大米呢最好不要一次煮太多 一次吃不完反复蒸会影响其口感的 所以在煮大米的时候 每次去煮的量呢 我们都要给它把握好 我们先把大米淘洗干净 淘米时我们不要反复的搓洗 最多洗一大两次就行 淘米时 最好不要用力的去揉搓 这样会容易导致大米中的营养流失的 虽然大米呢会有一层保护膜 但这层保护膜很脆弱 如果你把这层膜给揉掉了以后呢 大米营养就会大幅度流失的 好了 清洗好的大米呢不急着加水就蒸 还需要加些材料 为什么你煮出来的米饭没有那么松软香甜 而饭店里面煮出来的饭就比较好吃呢 其实这不仅仅是放入合适的清水来煮那么简单 还需要加入以下的这些 第一 我们加入少许的猪油 因为猪油的味道是比较淡的 比较润 吃起来也比较香 不要加一些植物油 那样煮出来的米饭有爪味不好吃哦 第二 还要记得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因为白醋属于酸性物质 可以抑制大米淀粉的糊化 煮米饭时加入白醋 就能够使得蒸出来的米饭 口感更清爽 颗粒分明 特别好吃 第三 我们再加入一点点食盐 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来可以入个底味 二来米饭会更香甜 老话说的嘛 想要甜加点盐 好了 搅拌均匀就可以 现在可以加入清水了 清水的用量没有什么变化 就根据自己平时的习进来就好 如果家里边每个人的口感都不一样 有的想吃软糯的 有的想吃有嚼劲的 教大家一招 我们将大米淘到一边 一边高一边低 这样呢 多的这边就有嚼劲 少的这边就相对软弱一些了 现在可以入锅煮了 盖上锅盖 按照自己的习性 切通电源按下煮饭键 让它自己煮就可以了 时间到后 不要急着打开 让米饭继续焖一会儿 这样可以使它充分的吸收水分 10分钟左右再打开 哇 米饭的香味马上就扑扁而来了 真的是太香了 看看 这样煮出来的大米 粒粒分明 吃起来的口感 却是松软香甜的 这样比饭店煮的还要好吃哦 盛出来给大家仔细看看 盛出来装入小碗中 再倒扣在盘子里边 可以弄点芝麻呀 小葱呀装饰一下 是不是就特别的漂亮了 米饭是粒粒分明 绵软可口 香甜不黏牙 略大一点嚼劲 真的是特别好吃 米饭作为无苦杂粮之一 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 稍微添加一些食材 就可以让米饭变得更加的好吃 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比平时多出了几个步骤 但出锅之后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您不妨试试 现在大家都知道该如何煮米饭了 接下来来说说糖米水 糖米水可是个好东西 大家淘洗大米之后不要急着扔掉 糖米水是沉入碱性的 里面含有一些蛋白质和一些微量元素 我们可以完全的将它利用起来 会发现 其实它还有不少的妙用哦 糖米水是沉入碱性的 所以它的作用呢 跟食用小手打差不多 第一 我们可以用来刷锅刷碗 因为糖米水具有一定的去污能力 用来刷碗 积干净又无残留 第二 可以用它来浇花养氯质 糖米水浑浊的部分 发酵好后呢 是特别好的有机肥 用这种糖米水来浇灌绿叶植物 能够充分的补充土壤中的氮肥 以及钾肥 让植物的根系健壮 让它们的叶片绿油油的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您学会了吗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罗罗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欢迎订阅我们下个视频